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视第一击 和大家看看半日的十大回约股份 第一位是有腾讯控股 半日跌幅超过2% 跌4.4% 最新是报211.4% 第二位是油柱银行 半日是无声跌 中午收购于4.76% 第三位建行 5跌超过1% 5跌1毫子 中午收购于5.68% 中行方面跌幅矮近3.1% 中午收购于3.47% 有邦保险偏远跌3毫 中午收购于52.8% 公行跌幅超过2.2% 中午收购于4.79% 恒生H股ETF跌幅1.6% 跌1.65% 中午收购于98.05% 匯控偏远跌4毫 中午收购于58.55% 平保也是跌4毫子 5跌幅矮近1% 中午收购于40.75% 中人秀方面跌幅矮近2% 是跌4毫子 中午收购于20.6% 中午收购于2.73% 升3.7% 寒标控股 升幅1.4% 升5.5% 中午收购于4.5% 现代传媒 升幅1.2% 升1.3% 中午收购于1.2% 梁思集团 半日升幅1.0% 升1.5% 中午收购于1.6% 第六位高负集团控股 半日升幅1.0% 升3.0% 中午收购于3.3% 得普科技 半日升幅9% 升1.9% 中午收购于2.3% 世纪金花 半日升幅8% 升4.0% 中午收购于5.5% 六申集团 半日升幅8% 升9.0% 中午收购于1.2% TCL显示科技 半日升幅8% 升7.0% 中午收购于9.4% 接着看看十大跌幅榜 榜首位置是康大食品 半日跌幅1.3% 跌了1.6% 中午收购于1.07% 第二位有CTE Solution 中午收购于1.5% 中午收购于1.5% 跌了4.3% 中午收购于3.7.5% 第三位有林达控股 跌幅9% 跌3.5% 中午收购于2.9.5% 虎刀跌幅8% 跌3.1% 中午收购于3.3% 跌5.5% 中午收购于6.3% 英力投资跌幅超过6.6% 跌2.5% 中午收购于3.7% 中午收购于3.7% 宏华集团 三身制约 两只股份跌幅超过6.6% 宏华集团半日收购于6.1% 跌4.1% 三身制约 半日收购于8.1.8% 跌5.3% 亦达跌幅6.1% 中午收购于1.3% 和大家看看港股今天的走势 隔晚美股下挫 道指跌200点 见了近一个月最大的单日跌幅 而港股是两年跌 挫超过400点之后 今早都沽压未完 行指下市50天线 低开162点 早段是曾经跌超过200点之后 跌幅一度收责到104点 见过23,444点的半日高位 之后沽压就慢慢转强 曾经急赛277点 23,271点 是今个月的新低 靠近下方 50天线 大约23,174点的水平 五行指中 收购于23,291点 跌257点 跌幅1.1% 至于国企指数方面 收购于9631点 跌172点 跌幅1.8% 大市半日成交金页 是365亿多 接下来和大家看看半日的沽空榜 半日的沽空金页 有27亿5800万元 沽空榜榜首位置是海通国际 沽空金页到1亿5800万 占股份成交6成1 第二位是腾讯控股 沽空金页9800万元 占股份成交6% 中行方面的沽空金页9500万元 占股份成交1成4 平保沽空金页8700万元 占股份成交2成1 至于碧桂圆的沽空金页8600万 占股份成交5成3 这次嘉宾请来Harry和我们讲讲 后市的走势 Harry 你好 Harry 你好 Harry 见到今天港股仍然未止射 昨天跌完400点 今天再下线50天线 短期内你见到下面有什么支持位置 是有个明显的支持着港股 不会再下线 暂时来说 今天看着23200 即是大概50天线 及近期长方形横行区间的底部 看看可不可以先撑住 否则的话 后市可能要穿了这个位置 就因为打穿了那个横行区间 所以后市就下市 可能是200 即是另一个所谓8月份的横行区间 所以暂时来看 以现阶段 我见过行市 久不久都试着日落的话 向下沽压的力量 其实都会比较多些 特别是今天 继续见中资金融股 都有些回套 这方面内银股 对于指数的互动比较多些 所以不单止是地产股 这些股份重磅地射下来 对于指数的压力会比较大些 今天先看着50天线 大概是23200 如果你炒开期指 计算得比较准些 就是2315多 所以这些位置不容有失 因为如果你一失去的话 下个位置会多下400点 暂时在走势上 向下的机会会比较大些 始终压力或对于外围股市 或者整体亚太区股市的气氛上 都是一般的 我想问内银股方面 有什么利淡的消息 因为到至今他们的股项都比较沉重 今天如果你说内银股来说 当然是债转股 可以看到 比想象中快的 已经有一些大型企业 开始进行这些所谓债转股的动作 刚刚问了 就立刻做 对于大家如何计算 对于资本的冲击 又或者是 究竟未来还有多少规模 是有一个不明朗因素在回到 所以暂时来看 大家都明白 现在一拖或者没有降 变相是健康入股 所以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 究竟对于资本的冲击 又或者未来要重组债务的时候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所以对于他们一众的内银股来说 会增添不明朗因素 短线会有些压力在 至于外围方面 星期四凌晨时间 就会公布了 联储要议息的会议记录 是不是都会 可能有些偏樱的言论 或者是在会议当中 说了出来 可能都左右个市况 暂时来说 我想对于大家的加息的看法 都已经几乎有个共识在 我见那些利率期货 不停冲上去的时候 内表12月的加息机会率 也高一点 所以暂时对于 一众食口敏感的股份 我相信会受压力 近几段这两三个加月 你看到公用股 食口敏感类别 地产股 收租股 全部都塌得比较夸张 我想跟这个因素有些关系 所以暂时来看 对于所谓 息率可能有机会 继续正常化的过程 对于这部分的股份 应该有些压力在 好明白 多谢Harry你的分析 和你谈到这些 待会有二动股解枉 待会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